这是初代小米路由器,型号是RED,它发布于2013年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支视频没 当年雷军亲自上手教学怎么组装 让它成为少有享受这个待遇的产品 大家好,我是小曹 上一期科系考古和大家分享了初代小米手环 前两天上网发现今年是小米路由器10周年 那就借着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回顾一款小米的产品 说到初代小米路由器最大的亮点 个人觉得就是当年工程纪念版的包装 买回来并不是路由器成品 而是一个木箱子里面装着零件和工具 需要自己把路由器组装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雷军的教程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木箱子的质量特别好 我的现在还在服役,放在后备箱装一些杂物 我还挺喜欢这种组装的形式 后来还买过一个开源掌机 组装起来要更加复杂 这个病根估计是当年玩四驱车落下的 和现如今家庭中枢的定位不同 初代小米路由器在功能上更靠近NAS一些 它内置了一块1TB的硬盘 可以实现照片备份,离线下载等等功能 还可以搭配苹果设备实现时间机器备份 我还记得当时小米电视的系统里 预留了小米路由器的快捷入口 可以快速访问硬盘里的各种资源 体验上还是很丝滑的 尽管功能上有很多探索 但回归到路由器的基本功 作为初代产品还是有些槽点的 首先就是不够稳定 当时不少人都反馈遇到了断流的问题 另外就是路由器的系统装到了硬盘里 导致硬盘需要持续工作 也让硬盘经常出现各种小问题 实际上当时它的配置是很好的 但估计设计初代产品时还是经验不足 同时还要兼顾各式各样的功能 导致核心体验反而拖了后腿 在它的既任产品上 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包括路由器的外观也重新进行了设计 整体的稳定性提高了很多 但后续几代产品口碑一般 不知道多少人像我一样 很长时间都不敢碰这个产品性 直到这两年才逐渐支愣了起来 尤其是WiFi6这一波产品力不错 我自己也入手了AX6000 目前用下来还是很靠谱的 之前坊间有传言 是因为小米路由器团队换了 我打听到的消息是 人员变动确实挺多 但还没到换团队这个地步 主要还是产品思路变 从高开低走到重新开始建立影响力 这条产品线可以说是非常曲折了 这一晃就是十年过去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大家要是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走之前别忘了点个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大家好 我是小米公司的雷军 这就是传说中的小米路由器 这个包装是我们做的工程纪念版的包装 一个非常精致的木箱 好 我们打开两个扣环 打开以后呢 上面有一张说明的纸 这一张纸呢是讲安装过程的 第一件事情是戴上防静电的手套 就是这个盒子 第二步呢是我们取出主板 三个屏蔽罩的模块 一个呢是双核1G的CPU 然后还有两个模块 一个2.4G赫兹的模块 一个是5G赫兹的模块 这就是我们的主板 装风扇 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风扇的电源插口 插到主板上 风扇固定好呢 下一步呢我们再装外壳 我们取出外壳 拿起我们的主板 好 再呢我们装下盖 我们需要把它扣进去 对上螺丝孔 装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再装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件呢 就是硬盘 做到这一步呢我们接着再放后盖 我们再装最后的一件呢是上盖 小米路由器呢就装完了 我们还送了一张迅雷白金莲卡 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 如果有什么好建议呢 欢迎大家到小米社区里去讨论 转发了一张从小